你看現在全世界晶片我們供應六成 然後像AI晶片我們供應九成以上 台灣是在地表上不可謀媚的 半導體供應鏈最王牌的國家 那現在全世界其實像黃松永董事長一直在講說 印度每次在看總統的時候 他說要去跟印度談 印度如何要創造半導體產業 華國也希望半導體產業能夠在他們國家生根 台灣的半導體在臨潤內 如何形成國際的大戰略的產業 我想這個整個過程 第一個最重要當然是台積電的團隊 他們的技術掌握的能力非常的強 那他們的企業的管理也非常的好 那台積電基本上 它就是一個非常國際化的公司 所以它對於國際市場的變化 它其實是很敏感的 那所以它也會快速的調整 它整個布局跟它的生產的技術等等 但是更重要的是 台積電需要有一個政府在後面 產生了一個難能可貴 這就是為什麼在其他地方都沒有辦法 像台灣這麼成功的有這個半導體產業 就是我們這個半導體產業的聚落 是非常非常強的 以至於就是說最有效的生產還是在台灣